你觉得你到目前为止 34岁的年龄 你觉得你最缺的是什么 能直接总结出来吗 缺的是什么 书占可以少读 对吧 钱占可以少攒 但活到34岁 做十几年销售 咱得知道自己缺的是什么 我缺知识和自信 你可不 你有自信 你都跑这来了 你可不缺自信 缺什么你到底 我还是知识欠缺 所以知识欠缺 知识欠缺 对 那为什么不读书呢 这个还是那个 平时读书吗 平时也不读 为什么不读 知道自己缺知识 为什么不读呢 也不知道选择哪类的 为什么你愿意去看 马云的视频 不愿意看一些书呢 我选择不到正确的书 我不知道哪些书 所以我问你 知道自己缺知识 但是又不看书 有种种的原因等等 那你今天到这儿来 你觉得你能找到工作 因为我有一个 有些自己的想法 往前展示出来的话 什么想法赶紧展示 来 做那个 我想做一个自己的产品 就是我想做这个产品 你是来找投资的 这个也不是 如果说有人觉得 这个产品理念好的话 我们可以 我可以入职说和一起 一起做 什么产品 来 什么产品 其实我在做销售 有PPT吗 没有 或者有资料吗 没有 没有 就靠口说是吧 只能说 你知道自己的表达能力不好吗 表达能力一般 对 那你还要表述 你为什么不做份资料来 资料这个东西 因为之前写的可繁琐 你看它又有理由 来 你说 来 你把产品说一遍 其实我想做一款 这个情感类的产品 说吧 对 因为我之前在销售的时候 感觉到就是咱们很多的产品 它这个童脂类 就是这个童脂化 或者是这个童 童脂化 对 童脂化的一个特别严重 你知道它那个 你先说你是个什么产品 是一个食物类的东西 还是一个APP 还是个什么东西 它是情感类的食物 应该是 它应该和互联网结合 会比较 是个APP是吧 不是 它的程序形式 是什么 是课程还是什么东西 它应该是 食物加互联网 应该得做一个APP 应该做一个APP 的话会很好消息 应该做个APP 对 你想好没有 这个产品的功能是什么 徒劳儿 最后这产品是你做出来的 你说产品别说思路 就你要是漫天 漫天话语的表达 我们听不懂 你就说什么东西 长什么样能干啥 这个产品 它的产品涵盖的话 应该是非常多 它不是 它是现在 它这个产品肯定是基于 就是现在的产品开发出来 它应当是 奢侈品 我认为情感应该是一个奢侈品 就是我们听不明白 小叶 它形容的这个东西 它是把这个理念赋予所有的产品上面 我的感受还是那句话 既然知道自己缺知识 就去读 不知道买什么书是好书 就去问什么书是好书 但是呢 你总有理由不去接受知识 以至于现在你描述一个产品 你描述不清楚 小伙子 把日子过着行就行 咱不想那个什么产品啊 马云呢 咱甭想 我从女性角度补一句 就是如果你心里还有这个梦想 如果你认为这个梦想 是你人生的目标和归宿的话 我个人倒不建议你那么快的去结婚生孩子 你先你先自个儿 他的事实过好了 人家姑娘想的是过一辈的踏实日子 别到时候帮帮带着人家去实现你那梦想 如果说你真的是一个梦想家的话 对于马云 你要了解他的精髓 而不要夜宫耗笼 34岁不年轻的 老大不小 好吧 今天就这样再见 还没头 还没夜灯呢 还没 我说糊涂了 哈哈 马上回去过日子吧 过什么